韩国人气综艺节目《笑丽家民宿2》目前正在热播 第二季除了有李笑丽和老公李尚顺及少女时代成员允儿一起经营民宿外 大视男星朴宝剑更成为民宿的短期员工 吸引不少粉丝收看节目 据悉,节目里朴宝剑和民宿的客人一起吃得津津有味的越南春卷 在节目播出后,在当地的超市引发春卷抢购潮 而朴宝剑在阳光下看书的一幕也引起粉丝关注 有粉丝找出书名到书店抢购 该书更被称为朴宝剑的书 就连作者也对朴宝剑看他的书感到神奇 表示像在做梦一样 今日该书的作者透过社交网站表示 因为朴宝剑的元气,自己的收入也有所增加 透露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朋友问他 是否因为朴宝剑而卖了很多书,要求他请客 该作者笑称,请客请到破产之前,终于收到版税 表示节目播出之后不到两个月 这本书的销量则达到5000本 扣除开支和税金,共获得约37100人民币的版税 对他来说,像中了六合彩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